Hello 大家好 我是Green 我是Denis 你现在听到的是陪你一起去音乐祭的好朋友 奔山野狼 阿拉萨亚啰 耶 欢迎来到第十九集 最近真的是越来越热了 躁动的心 躁动的心 我除了上次我们有聊到去海边玩之外 其实夏天的山上也是非常的凉爽 对 然后在日本 夏天就是要去海边 还有去参加音乐祭 音乐祭 大学生的暑假 基本上就会三五好友 大家纠成一团 然后大家一起开车 去参加音乐祭 没错 今天我们就要跟日本的大学生 跟日本年轻人一样 带着大家一起去参加 日本的富士摇滚音乐祭 立刻进入今天的主题 一起去深山 富士摇滚音乐祭 耶 没错 那日本夏季三大音乐祭 就是有三个音乐祭是被称作三大 哪三大呢 Rock in Japan Fuji Rock跟Summer Sonic 没错 但是非常可惜 仅仅因为武汉肺炎的影响 这三大音乐祭都没有举办 原因是因为你没有办法在看音乐祭的时候 就是跟其他人保持恰当的 恰当的社交距离 如果今天我是表演者 然后如果我要在现在这个时期 然后跟大家一起表演的话 那我上台第一件事情就是要 刘洯·調道兔 刘洯·調道兔 對 没错 中央武伟整 刘、看表演对形 散开 斟 鼓伟 然后手还要伸开 停 大家不要尖叫 大家不要尖叫 他口罩要戴好 然后这个社交距离大家保持好 然后要准备开始表演 我们要准备表演 那个Tension超低 超低 感覺超空曠的 然後台下人就 好無聊喔 我旁邊的妹子怎麼離我這麼遠 搖滾區也不能衝撞 好無聊 要衝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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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先不要緊張 我們今天不可以衝撞 蛤? 不要尖叫喔 禁止飛沫傳染 那我們今天散開還有大家距離隔遠一點 大家準備好了嗎? 好 而且嘴巴還要捂著 吼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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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幹 超無聊的 超無聊的音樂節 我超慢一點都不想去好不好 喔對 小補充一點 其實Summer Sonic 不是因為武漢肺炎 他是因為奧運舉辦的關係 原本就將今年的音樂季移至明年 這小補充 幹 他是因禍得福啊 他應該是賠最少的 對 真的 很像看其他的 他們那些 像富士搖滾音樂節 他到很晚很晚才公布要取消 退票超級麻煩 他的人都請了 就是那些歌手都請了 然後line up也全部都公布了 SNS上面的行銷宣傳什麼都一直在跑一直在跑了 然後大家都在引頸期盼 然後既期待 然後又覺得幹怎麼可能辦得成啊 那種矛盾心情下 對 在期待著7月的到來 但是 然後被取消 對 8月啦其實 喔今年是8月 對 沒錯 因為7月有奧運嘛 所以他們其實在7月舉辦的大型活動 就會配合奧運 相就是延期一個月 或者是延到其他時間點 對對對 要不然你如果衝突的話 大家都去奧運啦 也是也是 對對對 如果你衝突的話 大家都跑去搖滾音樂節 不知道會怎麼樣 哈哈哈 太可憐了 好啦 回到 回到我們的富士搖滾音樂節 對 那我們今天要跟大家聊的呢 是富士搖滾音樂節 就是三大音樂節裡面之首 它是最大最大的音樂節 對 它究竟有多大呢 它的規模呢 人數規模呢 在2012年的時候呢 邁上高峰 是14萬人 14萬人是多少人啊 我們舉一個數字喔 春天吶喊搖滾音樂節呢 在2015年的參加人數 是5000人 5000跟14萬 所以是 28倍 快30倍 快30倍 嗯嗯 那請問一下 富士搖滾呢 它的場地有多大 它的場地是在 新系縣的苗場滑雪場 它的場地大小呢 是135平方公里 大家應該沒有概念 這個數字已經大到 讓你沒有概念了 你就想像一下 135平方公里 大約是 15公里乘以15公里的 一個正方形 對 比這正方形還大一點點 那我們就抓 15公里乘15公里 你就光是要跑15公里 你要跑多久 如果你用多少 5公里30分鐘 6分數 6分數呢 你要跑完四邊形的其中一邊呢 你要花90分鐘 換句話說呢 你要跑完全部呢 你要花90乘以4 360分鐘 就是6個小時 你可以跑 你在跑馬拉松嗎 跑一圈 但是我們 我跟你講不得不講 它的場地真的 他媽真的超級大 因為我們剛剛在做 準備做這個節目之前呢 我們有稍微 我們突然突發奇想 回去看我們2015年的那個 就是iPhone的那個 Health 你的健康資料 然後去找 2016年7月22到24的 步數跟行走距離 你走了幾步呢 那幾天 第一天走最多 我第一天走了兩萬八千步 幹 超多的 然後我走了好像16公里吧 那你就剛好走了一個邊 四邊形的其中一邊 對 你走了幾步 我第一天走了兩萬六千步左右 幹 你的腳比較長是不是 我們兩個身高不是一樣嗎 那 這個在苗場實際上呢 其實如果你要去他的會場呢 你就是要先停車 然後從你的停車場呢 走到入口呢 要花多久 大概先走20分鐘 因為苗場滑雪場的停車場是有限的 所以那個停車票是必須事先預訂 如果你沒訂到的話 你就要停在外面的店家 然後外面店家都會給你敲阻槓 超貴 一年就削這一波 現在不削什麼時候削 沒錯 價格大概是一般 官方停車場的兩倍 兩倍還算仁慈啊 差不多 那你光是從外面的店家 先走到入口喔 就要先走20分鐘 我們所謂的入口是什麼入口呢 就是檢票的那個入口 停車場的旁邊 是有檢票的入口 先走20分鐘 對 然後再從入口再走多久到舞台 20分鐘 另一個20分鐘 幹 三小 你先從停車場走20分鐘進去 然後呢你再花10分鐘走去你的帳篷區放東西 然後再從帳篷區再走10分鐘去表演場地 才能抵達到第一個場地 重點是你花了40分鐘從停車場走到路口 再從路口走到第一個舞台 這只是第一個舞台 對 它總共有7個舞台 這只是起點 你花了40分鐘才到了第一個起點 沒錯 超級大 它的舞台呢 到底有多少個呢 總共有 綠色舞台 Green Stage 白色舞台 White Stage Red Marquee 然後 Field of Heaven Rookie Agogo Crystal Palace Tent New Power Gear Stage Orange Chord Daydreaming 秒場 食堂 跟木道亭 每一個舞台呢 都有它相對應的音樂類型 對 比方說 最大最大的就是Green Stage 然後現場可能可以容納五六萬人這樣子 它就是一個非常廣大的平原 Green Stage它的藝人大概 它的歌手呢通常都是那種 Super大咖 超級大咖的那種 比方說什麼 追鳴靈琴 對 我們那一年是邀請了 Red Hot Chili Paper 對 Red Hot Chili Paper 然後還有那個 Cigar Rose 冰島本世紀最偉大的 後搖樂團 Cigar Rose 對 還有誰啊 Man with the Mission 對對對 Man with the Mission 狼頭團體 那個真的超酷的 他們的舞台 那一天的舞台就是 有狼牙 狼的上鱷跟下鱷 然後就是兩排大牙齒 然後就是把它吊起來這樣子 超酷的 根據每一個不同的樂團 他們的風格去設計不同的舞台 對 所以我們現在講完了 Green Stage 那 像剛剛所說的 不同的舞台 會設計不同的音樂類型 對 就比如說 像剛剛講的Green Stage 他們就可能是 比較大咖的表演藝人 對 那可能可以是Rock 通常會是樂團的形式 也有些是單人的歌手 比較大咖 有名的國外歌手 對 那麼會把它排在Green Stage 另外呢 還有剛剛有講到 比如說 White Stage啊 Red Lukia Gogo 有時候看那個名稱 你就知道這個舞台 它想帶給你什麼樣的一個氛圍 它就會安排什麼樣的一個類型 就比如說 Lukia Gogo 你就聽名字 聽名字就知道這是一個非常躍動的 對 那它安排的音樂類型就會是比較 讓你可以跳舞啊 那種音樂類型 它有一些舞台 它是設計在非常的奇妙的地方 有一個舞台 我還記得非常清楚 它需要搭30分鐘的纜車 到另外一個山頂上 你是不是有去 我有去 另外再搭30分鐘的纜車 就是你要從第一個舞台再走 我記得好像再走20分鐘 然後再搭20分鐘的纜車 到另外一個山頂 就是它就是一個 你知道 世外桃園 極樂天堂的一個舞台 你知道嗎 那個音樂類型是什麼 是佛教音樂嗎 不不不不 是House House 之類的 就是比較偏電影跟House 啊 就是比較Chill一點這樣 很Chill很Chill 那邊就是一個大家都在地板上睡覺的狀態 我好像有去到就是最深山的裡面的一個舞台 然後那舞台名字我忘記了 然後那舞台基本上呢 它就是只邀請爵士樂團 我有跟你去聽啊 那時候有一個唱爵士樂的女生嘛 加藤登記子 非常的有感覺 你知道加藤登記子是誰嗎 你比較熟 大家知道吉普利工作室吧 就是宮崎駿的動畫 宮崎駿動畫裡面呢 有一部動畫我非常喜歡 叫做紅豬 紅豬裡面的女主角 也就是吉娜 就是加藤登記子配音 所以她的聲音呢 就是那種中低頻的女生 然後用法文唱爵士 非常有味道 然後她已經是一個72歲 那時候2016年她已經72歲了 然後72歲的一個老奶奶 站在台上唱歌 你就想說 那應該是唱台語老歌那種感覺吧 沒有 她就是一個diva 她就是一個爵士女靈 然後穿的閃閃亮亮的 然後現場燈光就有點 稍微暗暗的 然後搭配著爵士樂團啊 鋼琴啊 她就扶著鋼琴唱歌啊 然後唱歌的時候呢 台下都靜悄悄的 然後每個都非常非常專注的 在等著她 要講出下一段故事 跟唱出下一首歌 然後那時候我發現就是 就算是72歲的加成登記子 也會讓你覺得她是一個女人 就是她隨時都在談戀愛 因為她每一首歌都跟她過往的某一段戀情有關係 所以你就感覺就是在聽一個戀愛的大前輩 然後就聊聊聊聊 然後講一些很有趣的小故事這樣子 那個氣氛就非常特別 然後非常好 我怎麼記得那時候她唱完歌之後 旁邊開始跳鋼管舞 幹真的假的 對啊 你忘記了嗎 忘記了耶 幹 我記得她就是那一 她塑造一個非常的 怎麼講 百老會這樣 對 百老會的風味 沒錯 然後先唱個爵士樂 唱完之後呢她下一個表演是 跳鋼管舞 她的音樂也是偏爵士類型 她配樂也是偏爵士類型 這邊的鋼管舞可能要跟大家解釋一下 她並不是所謂的脫衣鋼管舞 沒有 她是一種類似於健身的那種Pole dance 就可能不像大家在電子滑車上看的那種 電子滑車 不是這一種 她就是比較偏爵士音樂那種 爵士酒吧 百老會的那種鋼管舞 我覺得整體塑造出來氣氛也是不錯的 這個是舞台 聊完了舞台 還有我們每一個舞台會邀請的歌手類型 之後呢 我們來跟大家講說 音樂季哪裡好玩 究竟是什麼地方好玩 它不就是讓你花一大堆錢 然後進去聽一大堆人唱歌 是這樣而已嗎 當然不是只有這樣子而已 首先呢 我們剛剛也講到了 不同的舞台會根據不同的歌手 不同的樂團 去設不同的音樂類型去設計之外呢 他們現場的大型活動的氣氛 也設計得非常棒 此外呢 再加上他們會有各式各樣的攤位 不光只是食物的攤位 他們也會有配合現場其他的一些音樂 以及現場的山林 他們在滑雪場裡面有大自然的資源 他們會去舉辦任何活動 對 老少前移的活動 比如說那時候也會有 動物保護團體啊 那 山林愛護團體 他們都會現場去舉辦 活動呢讓大家可以有 在山林裡參加活動的同時呢 也可以有 我們要去守護地球 去愛護這片山林的概念 其實大家對於搖滾音樂技 可能都會覺得說是年輕人 然後聚在一起 然後很激烈很熱情 這樣子的一個音樂節 其實富士搖滾音樂節 他其實主打的呢 是合家大小 都可以享受的音樂技 所以他其實不是只有給年輕人玩的 他其實也有給小朋友 一起享受的一些遊樂設施 比方說他在 他會有只為這一次活動 所搭造的那種木製城堡 溜滑梯 或者是彩繪石頭 然後放在會場的河裡 然後大家可以去撿那些彩繪石頭 然後你也可以隨時看到就是 可能年輕時期非常喜歡 獨立搖滾音樂的爸爸 然後抱著小朋友 讓小朋友戴著那種遮音耳罩 然後就是要保護耳朵嘛 因為小朋友的耳朵比較敏感 可是就是想要戴著小朋友戴著耳罩 然後一起去聽 爸爸年輕時喜歡聽的音樂 超可愛 真的超可愛的 就看到爸爸把那個小朋友背在肩膀上 對 然後戴著遮音耳罩之後呢 衝進去搖滾區裡面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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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那種東西太危險了太危險了 幹 人家是噴眼鏡噴出去 然後你是小朋友噴出去 太恐怖了吧 來跟著爸爸一起跳 衝撞衝撞啊 幹 嚇到嚇死了媽的 立刻有隱隱再也不去搖滾音樂器了 沒有啦剛剛是開玩笑 但真的會很多爸爸媽媽會帶著小朋友 一起去參加富士搖滾音樂器 對 老少賢儀的活動 然後他的攤位呢有哪些有趣的活動呢 其實像NTT Docomo或者是Softbank 因為他們都有去做出攤位 然後像紅牛Red Bull Red Bull他們也會有出攤位 然後就會有辦一些體驗活動啊 拿獎品拿贈品之類的 然後送毛巾什麼的 然後我們那個時候我最喜歡最喜歡的一個活動 是巨木頭 我以為你要說Red Bull Girl 我有點在意Red Bull Girl是什麼東西 就是Red Bull Girl 你說發那個Red Bull那些女生嗎 對啊 就是一般的Show Girl 我個人最喜歡的環節呢 就是Red Bull Girl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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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いいね 沒有了 巨木頭 好我們回去巨木頭 我最喜歡是巨木頭 巨木頭 他的那個東西呢 是那個 主辦單位的攤位 他就是把一些枯木就是 然後整理一下之後呢 結成一小段一小段 大概將近一公尺左右的 然後讓你去巨 一小塊一小塊變成杯墊大小的木頭下來 對 他會再讓你用那種非常非常高溫的烙印機 在杯墊上蓋上富士搖滾的帳 對你就可以拿到一個獨一無二的 然後上面寫著Fuji Rock Festival的杯墊 沒錯 這個是攤位 食物攤位 食物攤位呢 結論來說呢 非常的非常的貴 食物攤位結論很貴 很貴 因為你在深山裡面基本上呢 大家都要花成本把它運上去 所以價格通常會是外面的三倍左右 沒那麼誇張啦 大概是 我覺得兩倍啦 畢竟一杯啤酒你在外面 一杯啤酒 可能是 你去店家的話 小杯的可能 三百塊 對 在攤位就是五百 對 快兩倍 起跳 大概是兩倍左右 對 然後牛丼飯的話 可能就是 一碗可能就是七八百這樣 而且講到食物攤位就想到那時候的 北七的故事 哈哈哈哈 來 講一下 這個故事呢 就是發生在2016年的時候 我們去參加富士搖滾 然後中午的時候呢 我們就要買飯嘛 那買飯的時候呢 就需要有朋友先去幫我們買 然後那個時候我是留下來幫大家看包包的那一個 然後總共有四個人去吧 然後我跟另外一個兩個人在 在基地這邊等另外兩個買飯回來 然後我們都 我們兩個都跟對方說 去幫我買 跟你一樣就好 所以我就是去買了那一個 Dennis跟另外一位朋友呢 一起去買回來之後呢 另外一個朋友呢先到了 然後他就拿了一碗 看起來香噴噴的 很普通 但是就是看起來很香的 很好吃的那個 類似雞野家的牛丼飯 沒錯 然後牛丼飯呢 他就拿給草地上等的另外一個朋友 然後我心裡就很期待啊 哇 可以在搖滾音樂季吃牛丼飯 感覺很爽欸 然後我一開始有點期待 就是 Dennis會幫我買什麼東西回來這樣 然後 欸就算沒有牛丼飯 應該也會是什麼 什麼 什麼之類的吧這樣子 咖哩飯什麼之類的這樣子 然後回來之後呢 Dennis就 就說 欸這是你的 然後拿下來一看呢 我差點沒傻眼 你知道什麼東西嗎 整碗納豆的納豆飯 整碗納豆的納豆飯 然後我就一臉 我就一臉完全不敢自信 我就說 這是什麼東西 我還抱著一絲 希望他可以否定 你知道嗎 這是什麼東西 納豆丼飯 然後我就耐住性子 我說 為什麼你要幫我買納豆飯 因為我自己也想吃納豆飯啊 我就爆炸 其他人可以吃咖哩 其他人可以吃芥末牛丼 為什麼他媽的我要吃 我要吃納豆丼你知道嗎 他是整碗的納豆超噁心的欸 等一下我先讓我澄清聲明一下 嗨 一 納豆是非常健康的食物 OK 二 我記得他好像比牛洞便宜 便宜一點 幹他媽 平常的時候其實是一個 呃 行為舉止都還蠻日本的 台灣人 我覺得那他應該有可能可以接受納豆 那時候沒有想太多 然後 我就買了 納豆飯吧 然後他那當 然後當初他又說 那我就跟你吃一樣的 我就買了兩份納豆丼 幹 那個是我吃過最痛苦的一次 你知道嗎 然後大家就是 滿滿的納豆 然後你要攪攪攪 然後就是 他就說 欸啊你吃的時候 你就要把它攪勻拌勻啊 這樣才好吃啊 然後我就不想攪 他就攪起來的感覺 真的很差 然後我攪完之後 我就發現 幹我他媽 我真的吃不下去了 然後我就把它放在我的腳邊 然後這邊就是第二波 悲慘的開始 我放在腳邊之後呢 大家就是開始就是 就是chill啊 然後就聊天啊 然後就是開始看表演啊之類的 然後 我就發現腳邊 然後我們的 我們的基地好死不死呢 是在斜坡上面 對我們把基地 卸在那個 我們把我們的地墊 鋪在一個半斜坡的草皮上 我起身要拿什麼東西的時候呢 那一碗滿滿香噴噴的納豆丼呢 就整碗蓋在我的襪子上面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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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幹超噁心的 你知道嗎 哦 哈哈哈哈 我那天晚上的鞋子裡面還有納豆的味道 所以這個故事告訴我們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 絕對不要隨波主流講什麼 我跟你一樣的這種話 哈哈哈哈 媽的恐怖死了 哈哈哈哈哈哈 呵呵呵呵 這 對不起我這 這一段我沒有什麼好結論 哈哈哈哈哈哈 好啦補充一下 我現在是很愛吃納豆啦 只是 2016年的時候 那時候我還沒有練好 然後我就突然去打大魔王的感覺 你知道嗎 而且還不是一小份的納豆 這是一整碗的納豆 是整碗的納豆 洞 幹 這個是食物 所以我對於搖滾音樂技的食物 通常沒有什麼太大的好感 就是因為我有陰影 好啦 下次我會 我會再把它去買個 咖哩或者是牛丼飯 把它洗回來好不好 好 我們下次再去吃其他好吃的食物 好好好 這個是音樂節哪裡好玩 然後 我們有呢 我有後來我去查 就是日本人呢 他對於音樂節是有一套攻略的 他呢 就是會教你 如何享受音樂技 因為 你通常你第一次去的人 你就想說 音樂技如果我平常沒有聽音樂的話 我去是不是會很無聊 那 日本人呢 很多日本人就有在網路上分享他們自己的做法 那今天查到的呢 就是刊登在其中一個類似音樂制的網頁上面 所拿到的一個訊息 首先呢 他總共有五種享受音樂節的方式 是哪五種呢 第一種就是挑合適合自己的音樂節 如何挑合適合自己的音樂節 挑合適合 挑選適合 我怎麼跟你一樣了 還還 尋為舉止 如何挑選自己的音樂節 其實 大家都以為 音樂節啊不就是那個樣子嗎 那 其實是不是的 今天介紹的富士搖滾音樂節呢 他是主打在自然環境裡面聽音樂這件事情 所以他的場地呢 是在夏天的苗場的滑雪場裡面 是的 那也有一些音樂節呢 像是Summer Sonic 那他的場地呢 就是在港的旁邊 他是舉辦在海港的旁邊 那簡單來說呢 用台灣的音樂器來比喻的話 Fuji Rock就像春娜 那Summer Sonic就像大港開唱 沒錯 就是這種感覺 所以如果你不喜歡就是可能看到表演一半會下雨 然後腳可能會踩著泥巴四四的這種感覺的話呢 你可能就比較適合Summer Sonic的那種音樂節 沒錯 那如果呢 你是希望能夠呢 就是遠離成宵 去一個連上廁所都很不方便要排隊的深山裡面 然後跟大家就是大吼大叫 那邊當神經病的話呢 那富士搖滾就是你的不二選擇 所以其實挑選適合自己的音樂技也是非常重要的 你會玩的比較開心啦 真的 第二個 要事前做好功課 這個也非常重要 每一年的富士搖滾通常都會請超過200組左右的音樂人 這個時候呢 就要根據他們公開的表演者的list 事前去聽看看這個表演者的音樂我喜不喜歡 那為什麼這個很重要呢 因為同個時間會有非常多組表演者 那你要怎麼去安排 怎麼去選擇你要看的表演 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課題 你對那場表演有沒有興趣有沒有共鳴 真的會影響到你那個表演享受的時候的心情 富士搖滾的場地也非常遠的關係 你在舞台當中的移動時間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所以這就連結到我們第三點 就是Timetable 就是你的時間表一定要做策略規劃 很像打仗一樣 沒錯 要先做好每一個時間表 第一天要走A行程 第二天要先往左去再往右 再職工大魔王 不可以就是時間快到了才去 因為如果那個是你非常喜歡的歌手的話 你可能就要卡前一個時段的音樂 就要去搶搖滾區 我遇過最誇張的是 提前兩個時段 就先去搖滾區站位置 那太熱衷了吧 對 就有一個 我們有個朋友是 Cigar Ross的大粉絲 提前兩檔 就是他們每一個 比如說這個樂團的前一個樂團 再前一個樂團的時候 他就先擠到前面去 雙手就架著前面的桿子 然後就在那邊等 然後抱緊緊的不放手 抱緊緊的不放手 不要緊不要緊 我就是不讓 我就是不讓這樣子 就這樣在那邊等了兩個小時多 就為了他最愛的樂團的最後一檔 你們可能會很難想像就是 我能夠為一個樂團 然後放棄其他的時間 我就只是為了要卡兩個小時 去等那個樂團 但是我一開始也這樣想 但是因為我本身也很喜歡Cigar Ross 我很喜歡後搖 所以我其實有去看那個表演 真的是你會看到流眼淚 Cigar Ross我記得它是晚上的節目 就好像是已經是快要是最後一個了 然後那個時候的秒場呢 已經夜色慢慢的暗下來 然後燈都變成是黃光 就是那種很強的黃光 基本上呢 就是開始有一種 懷舊懷舊的氛圍這樣 然後那個時候呢 我就突然一股衝動 因為我想要看Cigar Ross的表演 我就一直往前擠 一直往前擠 然後擠到還沒有到搖滾區 但是我就是看 就是開始在那邊等表演 然後表演一開場之後呢 Cigar Ross那天的舞台非常的用心 它不僅就是架了一個自己獨特的舞台之外呢 它還有就是自己做特效 所以它的背面的大LED燈牆 就會有各式各樣迷幻的動畫在動 如果你能夠排到夠前面的話呢 那個音場 你知道複式搖滾音樂節的音場 做得都非常的好 它的包覆性很強 它的EQ都調得非常棒 它的Bass都非常飽滿 你在聽Cigar Ross的表演的時候 基本上你就是被整個音場包進去 真的很不可思議的一件事情 就是這麼大的場地 這麼多的觀眾 他們卻可以把每一個位置的Balance EQ調得這麼好 然後那個時候 你已經沒有多餘的心思去分析這些音場 硬體設備 因為呢 你會立刻被現場的氛圍所感染 我看到最誇張的就是 旁邊有一些不認識的 就是比方說情侶啊 坐在地上啊 或是怎麼樣 然後女生就直接靠在男生的肩膀 開始流眼淚 這麼邪虛話 這樣講聽起來真的是蠻誇張的 但是後搖的表演現場真的就是 一個感受力非常強的現場體驗 然後後搖就是一種沒有歌詞的表演形式 所以呢 在看後搖表演的時候呢 你會發現 全部的人都像是開了待機模式 然後你可以隱隱約約感受到 每個人頭上都有一條線 然後慢慢的慢慢的往 表演舞台那個地方 串過去 然後就是連結在一起 然後大家的靈魂就慢慢飄起來 飄起來飄起來這樣子 幹像集體升天一樣 你們有機會一定要去看一場 真的 你是什麼邪教推廣嗎 現在 很像好不好 超像邪教的啊 反正如果你在台灣有看一些 像什麼甜梅號啊 或者是什麼 大象體操啊 大象體操是數字搖滾啊 甜梅號可能會稍微準一點 甜梅號的話 他的現場表演的氛圍呢 基本上就是跟富士搖滾那個 Cigarose其實是非常像的 但他就是很安詳 但是又有時候很激動 幹越聽越詭異 很安詳又很激動 是什麼一個形容詞 後搖呢 他其實是emotional 堆疊上去 一層一層上去 對對對 所以一開始可能進來的時候 是非常非常安穩的 然後慢慢的慢慢的 在主要段落的時候 就要炸開嘛 然後炸開的時候 一個瞬間爆炸 就瞬間爆炸 然後他那個drop一下來之後呢 全部的人呢 就瞬間 開始點頭 對對對對對 然後就整個人就往地上看 然後開始那邊點頭 那邊甩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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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 欸不行這樣越聽越像邪教 超像邪教 哈哈哈 越聽越像邪教 但是你你如果一起在那個現場的話 你就發現 幹你也會不知不覺的加入邪教 對對對 這是Green自己的享受方式 但我要跟大家講 是每個人都有每個人自己的享受方式 沒錯 所以這是Green推薦的享受方式 可以也是可以嘗試 那其實另外一種享受方式呢 如果你覺得我就是想要多看一些樂團 我難得來 我想要享受不同的樂團的話 你也可以抓好每個舞台之間的距離 那你到達這個舞台之後呢 你可能沒有辦法到最前面 可是你可以在他的距離舞台 有一段的距離的位置 坐在你的椅子上 放鬆的去享受音樂 這也是另外一種享受方式 每個人都每個人適合自己的方式 所以不只是要挑選適合自己的音樂節 你在事前挖寶 預期跟複習的時候 在安排時間表的時候呢 找到一個適合自己的享受方式也是非常重要的 沒錯 然後這個是時間表 下一個 Face Fashion 所謂的音樂節的時尚 日本呢 其實是一個非常低調的國家 所以他基本上 他在求職的時候呢 大家都是穿一綠青衣色的 黑色的 就是每個人都看起來都很像 要去參加商禮的那種感覺 就是黑西裝 白襯衫 黑領帶 或者是什麼 套裝 窄裙 高跟鞋 但是呢 像搖滾音樂節這種特殊的場合呢 就是你可以展現自我的樣子 沒錯 所以他的戶外用品呢 比方說印度的品牌呢 或者是一些品牌 他們在做戶外用品的時候呢 尤其是Face Fashion的時候呢 他會用非常大膽的螢光色系 螢光色系之外 我覺得很多是配合爬山的戶外品牌 對 對 他會推出跟山林結合的那種感覺 什麼 就是很高很高對比的迷彩啊 或者是一些很亮麗的幾何圖形啊 或者是什麼 就是你到那個現場 如果你只是穿著一個透明的雨衣的話 你就遜掉了 你一定要去買那種就是 哇看起來 就是要當標靶那種超高調的那種雨衣 才是參加音樂節這樣 還有一個參加富士搖滾的標配 是什麼 應該說基本配備 基配 雨靴 對 富士搖滾音樂節是標榜每一年呢 都一定會下雨的音樂節 沒錯 然後每個人的雨靴都開始比功能性 你知道嗎 比完設計就比功能性 對啊 先比Fashion再比功能 然後就 先是長筒的雨靴 然後雨靴上面還要有束口 可以把那個束口束起來 讓雨水不會滴進去 對 對 然後再比顏色 然後明明只是去參加音 明明只是去參加音樂節 你還卻是硬要穿那種裂鴨靴有沒有 就以為自己要去打鴨子 這是暗示某個朋友嗎 欸欸欸我沒有講喔 你知道我知道 我沒有講喔 然後下一個呢 除了在Fashion之外呢 Fashion是穿在身上的嘛 那還有另外一個呢 可以讓人覺得很好玩的就是 戶外用品 沒錯 戶外用品是什麼東西呢 就是比方說呢 你可以去買吊床 吊床是要掛在哪裡啦 要在樹上嘛 我記得現場就會有他們官方的吊床 啊對對對 但是呢 你基本上搶不到位置 絕對搶不到 那個通常都是沾一整天的 那個大概都是搶不到的 對 還有什麼 有些你可以自己做料理的 啊對對對 野催用具 野催用具 還有什麼 你有想到什麼 基本上就是你露營用具 全部都是可以帶去Festival的 都是可以帶去搖滾音樂機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些很多 平常就是 一看就知道是老司機老玩家的 就帶著一堆客戚 超豪華可以翹腳折疊椅 或者是什麼 可以整個人躺在地上的超大型 超漂亮 超亮麗的那種 blue sheet 我看到那時候記得有人就直接 拉了一個拖車 對對對 然後上面就載著一個小孩這樣 就是拖車上面是各種的戶外用品 然後小朋友就坐在拖車上面被拖著走 超可愛的 這個爸爸懂完 對懂完 超厲害 不只是可以享受FestFashion之外 你還可以享受帶著自己的露營用品 在參加音樂季的同時 煮著咖啡 做著料理 喝著啤酒 跟你的朋友們一起享受這個音樂季 然後另外一個可以享受的點就是 你會碰到台灣一些很厲害的名人 其實蠻多的 蠻多的 因為這個是全日本最厲害的搖滾音樂節 然後也算是全亞洲 甚至在全世界都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地位的搖滾音樂節 所以是全部的人都會去朝聖的 這是為什麼今年沒辦法舉辦 應該說為什麼會取消的一個非常大的原因 就是因為 國與國之間的移動變得非常困難 那其實基本上富士搖滾有蠻多都是外國的朋友來參與 不管是表演者或者是參加音樂季的人 其實有很大的比例 其實都不是日本人 都是外國人 然後那些外國人裡面呢 就會包含一些 你平常可能只能在YouTube 或者是電視上面看到的一些名人 我那年是看到了 MC Hot Dog 旁邊帶著一個妹 看好屌喔 喔沒有啦 你過去看到那邊 MC又來了 MC又來了 人家只是想要低調的享受音樂節 你不要這樣 你要看到誰啊 你知道Lotto Wimps嗎 我知道Lotto Wimps Red Wimps 就是幫忙唱你的名字的主題曲的樂團 然後日本有一國我非常愛的女星 是Lotto Wimps的超級大粉絲 你可以想像Lotto Wimps在表演的時候 有可能長澤亞美就站在你旁邊一起享受音樂嗎 無法想像 有不只一次就是聽說被日本人募集就是 基本上Lotto Wimps在台上表演的時候呢 台下是有長澤亞美的 所以你的目標其實根本不是去聽Lotto Wimps 是想要站在長澤亞美旁邊聽Lotto Wimps 沒有了長澤亞美 那個Lotto Wimps再也不重要 然後順便跟大家推薦一下就是長澤亞美 一部電影叫做2011年的那個 草石男桃花旗 他電影好像就只叫桃花旗 Moteki Moteki 然後他的電影裡面呢就是用 取景其中有一個橋段 取景就是在富士耀文音樂劍 推薦大家去看 你就會看到深山未來也就是男主角 然後在最後一幕跟長澤亞美 就是奔跑在苗場的滑雪艙裡面 然後背景呢就是一直唱著一些就是 很好聽的獨立音樂 然後兩個人呢就是又愛又恨的互相糾結 然後最後呢一起 大家自己去看 其實那段那一部電影其實也是我 對富士搖滾音樂節最早的印象之一 我其實不知道那邊是富士搖滾音樂節 直到你跟我說 那時候我就有去查說 他們這個在哪邊取景 我說喔是FUJIROCK 然後在看那部電影的時候呢 就讓我對於FUJIROCK有更大的憧憬 就是喔我真的想去現場看一看 我們今天對於FUJIROCK的介紹 其實大概就到這邊 對到這邊告一段落 其實我們那年參加FUJIROCK 也發生蠻多有趣的事情 對比如說 開車從山下的旅館開到了山上 準備要參加音樂節的時候呢 才發現票望在旅館 這件事情的主角呢就是我們兩個人 其中一個但我不會講是誰好不好 就只有兩個人啦 你就說啦 我不講是誰 我們為那個人就是稍微留一下情面 事情是這樣的 我們那一年總共五個朋友 都是大學吉他社的好朋友 然後跟那個 跟交換的時候認識的總共五個人 一起去參加音樂節 然後其中呢 一位朋友呢開了車來 所以我們就是五個人 從山下的溫泉旅館一路開車 30分鐘的車 然後往上開這樣子 開車也是我好嗎 他們就是準備要去參加前業季 沒錯 我們出門的時候呢 你說的回去 我們只是走到了旅館外面 我發現我忘記帶我的腰包 我就回去房間拿了腰包 然後拿完腰包之後 上山 然後到了山上才發現我忘了拿票 所以呢 我只有下山 所以我們只有下山一次 所以我們只有下山一次 好不好 好的 真的忘了拿票對不起 哈哈哈哈 幹他媽真的挺有夠天兵的啦 你要說我嗎 你不要逼我說喔 嘿嘿 怎樣我怎樣怎樣 發生什麼事了 好我再講 我就講我們這兩個人當中 有另外一個朋友 OK 另外 我也不說是誰 還不說是誰 我們那一年去參加的時候呢 剛剛有講到 那一年的大咖是 Red Hot Chili Peppers 哈哈哈哈哈哈 看這原來是這一段 對 是誰啊 是誰啊 我就不說是誰啦 我們兩個之中的另外一個人啦 好不好 然後因為他就是很有名的嘛 美國的 Red Hot Chili Peppers 嗆辣紅椒 他算是龐克搖滾 非常有代表性的一個樂團 對沒錯 然後我們也有在台灣其他朋友 也有非常喜歡他們的人 那之後呢 台灣的朋友呢 就有拜託我那一位朋友說 欸我非常喜歡 Red Hot Chili Peppers 那就是如果有表演的話 幫我錄一下 他就說 By the way幫我錄一下 OK By the way是 Red Hot Chili Peppers一首歌 他的歌名就叫By the way 這時候呢 我們的另外一個朋友就說 好沒問題沒問題 然後那時候他們現場就有唱 California 唱到By the way的時候呢 我那位朋友竟然睡著了 台上在 Red Hot Chili Peppers在表演 我那位朋友他在 躺椅上睡覺 睡翻 重點是還在 By the way那首歌的時候 睡翻 各位各位 我要幫那位朋友澄清一下 你能想像嗎 Red Hot Chili Peppers在台上表演 然後那位朋友竟然在台下睡覺 你澄清你澄清 我回應一下這件事情 不是California 是那個Californication這首歌 喔Californication 對我們那位朋友是彈bass 然後他非常喜歡就是 Red Hot Chili Peppers 然後就拜託了我們那位朋友 要幫他錄一段 然後我們那位朋友呢 就幫他錄了一段 Californication 因為他說的 By the way幫我錄一下 我說喔好啊沒問題啊 By the way就順帶幫你錄一下 沒問題啊 這個是交給我交給我 然後 喔不是我不是我 交給我那位朋友 這樣子 然後呢 Red Hot Chili Peppers的Californication 在演的時候呢 呃我的那位朋友呢 就幫他錄了一段 然後就很 呃就是抱著很 就是自信滿滿的 就是分享好東西的心情呢 就傳給了那位朋友 幫你錄囉 Mission complete 然後呢 Red Hot Chili Peppers 真的在唱 在唱By the way的這首歌的時候呢 呃我們的那位朋友呢 突然變得很困 然後因為 就睡著了 因為走了一整天的路 然後很困這樣子 然後就睡著了 因為你知道音場如果很大 然後那個音場夠好的話呢 其實就算是很激烈的龐克搖滾呢 聽起來也是像催眠曲一樣 很舒服這樣 然後呢 好時不時呢 就剛好在 By the way這首歌的時候呢 就被大家 就是錄影錄下來 這樣 然後被傳回就是 台灣的臉書 然後PO在我的 喔不不 PO在我朋友的牆上 然後立刻被大家 大家洗版 就說 喔這個齁 我看你不用回來了 還睡覺很累齁很累齁 這樣 叫你錄By the way 你在By the way睡覺 叫我那個朋友 錄By the way 的那個朋友呢 就說 因為他們有錄影嘛 然後是錄 我那位朋友在睡覺的樣子 那個背景音樂就是By the way 然後那個朋友就說 這首歌就是By the way 他為什麼要睡覺 他為什麼沒有幫我錄 就變成是 By the way 他在By the way的時候睡覺了 好啦 那個人就是我好不好 哈哈哈哈哈哈 我就成為了 我們這個就是 吉他社這個社群裡面 傳奇人物 就是一個 可以在 Red Heart Chili Paper 睡覺的一個 最大惡極的千古罪人 不要這樣講 不要這樣講 你是唯一一個 可以在Red Heart Chili Paper 表演睡覺的男人 不要再酸了 不要再酸了 喔喔喔 都五年了 拜託 饒我吧 拜託 我這要錯了好不好 好的這 以上兩件就是 我們自己參加 Fuji Rock 發生的 有趣的經驗 你看 或者這兩個真的很好笑 反正你知道 跟一群朋友去搖滾音樂節 這種非日常活動呢 你就會 就會遇到一些草包 然後會遇到一些 很有趣的 就是天窗什麼的 然後我覺得 反而在 事後回想起來 就是 當下你就會覺得很WTF 但是你 就是事後再回想之後 你覺得 幹其實也是蠻好玩的 對 而且我們那個時候還有去 就是抽 大家都拼死拼活的 要去抽那個帳篷 因為那個帳篷就是 你去 難得去富士搖滾音樂節 我就是要搭帳篷 在那邊露營啊 結果實際上 怎麼樣子 你跟大家講 就是我們有抽到帳篷 我們一開始想說 熊心萬丈 我們就是要去那邊 野外生活 搭帳篷 我們是抽到帳篷的營地 帳篷還要自己帶 對對對 對對對 那時候我們就 準備好帳篷 然後去到現場才發現 不行我覺得好累喔 我們還是去睡溫泉旅館 好了 哈哈哈 對 所以我們就去到了 營地 我們去到帳篷營地 搭好帳篷之後呢 那邊就變成我們的倉庫 我們那三天的倉庫 就是每天 背著小包包 然後就是很輕便的進會場之後呢 先繞過去 那個帳篷裡面 先去拿小椅子 或是拿什麼東西 就是 裝備全部都準備好之後呢 再正式去會場 我們就可以省很多的 省很多的空間 不過這真的是一個 蠻推薦的方法 就是你 抽籤的時候呢 去抽那個帳篷移地 然後把那邊當場庫 因為 這樣子的話 你就不用每天 從停車場 戴著你的椅子 戴著你那天要喝的飲料 水 一路走到會場裡面 你們就第一天辛苦一次 第一天把所有給西 全部搬到帳篷裡面 之後呢 後面的二三天 你們都可以 輕輕鬆鬆的 輕裝上山 然後就可以 非常地輕鬆地 享受這個音樂機 真的 那個營地真的是 可遇不可求 帳篷要抽 可是其實可以不用住 沒錯 帳篷括號倉庫 沒錯 一天走了兩萬六千步 我跟你講 那天晚上呢 如果你真的可以 回到溫泉旅館呢 跟35好友一起 好好的泡谷溫泉 我真的覺得 那個真的是最快樂 最快樂的事情 沒錯 好啦 那今天呢 跟大家洋洋沙沙的 聊了這麼多 關於富士搖滾音樂節的東西 那希望呢 疫情呢 能夠早早地收束 希望這個世界 趕快好起來 希望大家呢 能夠長保健康 讓我們在明年呢 2021年 可以除了有 非常盛大的奧運 可以參加 可以觀賞之外呢 也可以跟朋友 一起去深山裡面 當神經病去參加音樂節 沒錯 我們今天的節目 就到這邊告一段落啦 我是Green 我是Denis 你現在聽到的是 陪你一起去音樂季的好朋友 奔三野狼 阿拉撒亞路 我們下一集見囉 拜拜 拜拜 拜拜